九合英选举倒数计时 民进党新北市长候选人林佳龙 今天再批新北欢乐耶诞城 时间长达53天 实在太久引发民怨 而且庸俗没有国际品位 还批侯友宜任内没有重大建设 侯友宜则回应 耶诞城广受国际肯定 团队都做好安全及交通管理 而且这几年新北不一样了 许多建设都是全国第一 只要住一段时间 就可以看到改变 暗帅林佳龙 要办53天 所以我是觉得真的 新北人是那时候 太善待侯友宜了 我们林佳龙节目 活力全开 炮口再紧要侯友宜 最引以为傲的新北欢乐耶诞城 不仅交通冲击很大 除了塞车还有噪音 也涉及公共安全 林佳龙在批耶诞城活动 时间长达53天引发民怨 搞得12年 就是唯一的一个 然后真的很庸俗 然后塞车 噪音 光害 能不能有一点文化的素养 然后有国际化的这一种品味 我们都会做好 整个安全跟交通的疏导 所以我们动用的警力 保全 志工 我们都一切会 把我们放在耶诞城 办得顺利跟圆满 侯友以强力反驳 还举出耶诞城的优点 认为这是这座城市的光荣感 而这个迈入第12年的活动 新北市民又是怎么看 人太多了 想要坐公车或者是周遭周围 测太多这样 你觉得53天太久了吗 我觉得一个月就刚好 新北市竟然会比较揉闹 我是不觉得说53天 太久我不会这样想 林家龙借机攻击侯市府 在轰侯友宜提不见市民声音 任内更是没有重大建设 要哪一件重大的建设 是侯市长你做出来的 如果有我跟你道歉 太多的全国第一 都在新北市的各项建设 教育文化不断的成长 我相信只要你在新北市 这一段时间 就可以看到这几年新北市的批评 林家龙的重炮抨击 侯友宜还是一贯态度 用平和的语气列举 市政成绩来回应 口水仗似乎积不起火花 记者兄弟兄弟 新北市报道